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八万资金已经打入银行账号了 租借摄影棚的事儿 我已经跟电影公司谈妥了 供应一套现成的摄影班底 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之外 其他人都以为在真的拍电影 准备 那两个记者怎么样 搞定了 师父 您看我们这个骗局怎么样 有几成赢的把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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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无叶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富 凭你的那点薪水 还想做房地产生意 局长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客 拿点佣金而已 又不是什么造房子的大老板 好了 好了 既然你已经辞职了 我也就不管你了 只是想起你过去的那副清高样子 再看看现在的你 原来都是床的 今天呢 我一来是看看局长 二呢 是想跟局长您谈比生意 跟我谈生意 是 我想把您发展成我们的客户 可惜 我手头上没有空余的房子 有 乔治路十六号伏计珠店 那座房子 暂时还不是我的 局长啊 您就别谦虚了 乔治路呢 隶属于华界 可当您知道他要规划到公共租界以后 您就开始动脑子了 想低价买下这个米店 而老板呢 又拎不清 死活不肯卖 结果不出一个礼拜 这家米店呢 就成了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联络处 而老板被捕以后三审两审就死在了牢里 而那座房子也就顺理成章的 划到了您的名下 老板 你是来找我查的 不敢不敢 局长 我是怕您贵人多忘事 给您提个醒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我来是帮局长分忧的 分忧 我有什么忧啊 那座房子对于您来说 就像一块鸡肋 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 划分租借的事情意外的泡了汤 而外面又传说那房子一直在闹鬼 米店的老板阴魂不散 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出现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人人敬而远之 就是倒贴都没人敢住 老板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那座房子我一直想脱手 可是一直找不到买主 你能帮我吗 能 要不然你说我来找你干嘛 用金怎么算 不谈用金 您把房子卖给我 多少 二十根条子 是大条还是小条 当然是大条了 少一钱我赔你一两 好 一言为定 这么多年来 局长一直照着我 将我一路提升 你说我能不感恩图报吗 不过这笔钱 得等房子脱手以后才能给你 现在我可是两手空空 这个我能理解 你要是现在付得出来 我倒是要怀疑你 过去你当警长的时候 是不是抢过頤唐 好 晚上我把协议带来 局长你也可以把房契一起准备好 好 就这么定了 这是乔治路十六号的房契 这是地线 都在这了 局长 这是我们的协议室 请你过目 你用什么办法把这房子出手呢 局长 您看 拆旧的 改新的 那要多少资金呢 五六万吧 我可没钱 你别问我要 那当然 你我的协议已经签了 这建设费嘛 当然是我出了 那当然 我真不懂 你花二十根大条子 买下这个房子 可是要把它拆了 再花五六万造新呢 乔治路 乔治路的室口虽然不错 可是 为这个巴掌大的地方 总不能造出一幢大楼来吧 最多也只能造出一幢两三层的小洋房 这能卖出个什么价钱来 这不是明摆着要十本吗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局长 这可是我的生意经 请允许我暂时对你保密 到时候 你只管数你的金条就是了 好 烙鬼救护发现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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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Verg坠哥 老鬼救五发现金杀 小子发财了吗 金杀 夫人 什么叫金杀 金杀就是金子 金子 是金框还是金条啊 什么都不是 是地底下挖出来的沙子里边含有金子 要经过加工之后除去杂质 然后就可以做上金条金砖什么的 奇怪 一种破房子怎么会有金沙呀 难道地下有金框不成 上海摊哪来的什么金框 这就报纸说说而已 这 这个上面说啊 这房子是在乔治路十六号 原来是个米店 那个米店老板死了之后呢 这房子里边一直闹鬼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主户啊 想把这个房子给拆了 然后再造一辆新的房子出来 就在他拆房子的时候啊 他在那个壁橱里边 发现了一道暗阁 暗阁 在二楼的壁橱里发现了一层暗阁 上面整整齐齐放着石瓶黄的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但分量明显比沙子重 每支瓶上都贴着标签 写的全是英文 但字迹模糊不清 经过化验 确定瓶子里是金沙 含金量高达九成以上 我说你怎么会一枚心思做十本生意的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胜你的棒了 材料 此外 这是老西盟谋杀案的调查报告 把鲁能给我找来 是 不 他已经辞职了 我找不到他 那就把他抓来 是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 居然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我说局长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 这件事情我事先一点都不知情 完全是虾猫碰见死耗子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了 你还做不算 你害得我把个大西瓜 当成了烂山芋卖给了你 局长 我给您可是二十根金条 二十根 那几片金叉凑起来也不够十根 你少废话 拿来 什么 金杉 你在我房子里不管找到什么东西 哪怕就是一堆垃圾 也都属于我 我说局长 你可是把房子卖给我了 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您可不能反馈 你付过钱了没有 你一个筒板都没付 那也是有合同在先的 等我把新的房子造好了卖了 把钱再还给您 我不跟你啰嗦 你把那几品金杀 笔器 还有房器 统统还给我 还给我 白局长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部下了 你没有权利对我发好势力 怎么 想跟我来硬的 我可是警告你 鲁灯 你别自不量力 你别忘了 我是堂堂的警察局的局长 你斗得过我吗 你想仗是鸡人 我不判 我斗得过你也要斗 我斗不过你也要斗 咱们法庭上见 罗灯 你敢跟我斗 好 我奉陪到底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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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装事 干什么 装的要求 要漂亮 要年轻 要清楚 装怎么样 好了 再性格一点 好 好 准备下一场戏 好的 快点 快点 怎么样 台词背熟了 老早就背熟了 滚瓜烂熟 好 我把戏再跟你们讲一遍 过来 过来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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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这里 那个长季小姐 你到这边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叫王大刚 眼里的未婚夫 你们两个 冲破婚线婚姻的种种建构 自由恋爱 勇敢的结合到一起 然而好景不长 因为他要上前线 这场戏是表现你们两个一一不说 灰类而别 我讲完了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 明白 你们一定要背熟台车 酝酿感情 你们一定要一起活成 要把整个氛围气氛烘托出来 導演 什么酝酿 烘托 一口气哈出来那种 我觉得小红蛋糕应该到厨房间去说 我说那个凤琪小姐 刚才胡导演 哪有此次打一个比方 希望你的表演中间不要打断 从头演到尾 这样吗 我们还可以节约交片吗 投资是我的 上下来的电影交片是我的 你们谁都不许私吞 听见没有 不讲这个 不讲这个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好 跟木门准备 我们马上就要死牌了 预备 开门了 小兰 大纲 出了何事 我刚接到国防部的通知 明天一早部队集合 马上就要开副前线 干乐 我不是这么做的 郭文明 临头 此话当真 大真 果然 果然 我们就要翻阶了 大大大 大宅 太好了 太好了 停 谁还停 停 你怎么这么演 这是怎么演的 你的心上人要上前线了 你怎么样 幸宅乐福 他为国杀敌 我为他骄傲 为他自豪 行了 我的小姐 我拜托你不要改剧本 这样我们要拍到明年年底 凤琪小姐 你这个人很聪明 但你聪明的不是地方 那剧本就是剧本 那演员就要按照剧本上写的线 就是 七改八改 你看一看 那么多人围着你在团团转 好 我跟你们说 我就这么演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好 大家睡了 我要跟演员拍一下戏 大家等一等了 好 怎么样 你看我这胡子 跟原来的挺像的 像 像 像 这样 起伏可以乱真 你看 公处 我这次林志抱佛奖 当个导演还不错吧 说心里话 那还真是不错 本来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成了以后 咱们俩组织个电影公司 你呀 正就把玩的做回导演 这次从来没这么吃力过 这臭娘们 让了多爷给他撑腰 巨人就像训孙子一样 要不是看在众人在街 我抽他两个嘴巴子 我说老弟呀 忍着点 下个礼拜 咱们的投资方作业 就要到现场来视察 你这个当导演的 要打起点精神来 你放心 我绝对能对付他 那就好 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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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经人发ונה 在二楼卫生间灌喜 镜背后的牆上 又发现了一道按格 里面有一个破旧不堪的牛皮公文包 还有两张发黄发脆的纸 经专家鉴定 认为金沙证明文件 出具方位大英帝国银行 证明先前发现的几瓶 贴有标签的金沙 符合国家黄金标准 至于文件的大胡子洋人 极有可能是已故 美国加州金沙大王威势力 另一张纸上代翻译 估计是他的遗嘱 卢先生 您的文件翻译好了 谢谢 卢先生 外面有人找你 卢先生 我们是针基队的 我们白局长请你去一次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 你去了就知道了 走 这就是报纸上说的 大英帝国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 我说鲁能 这局长问你话呢 是 那这个呢 上面全是阳文我不认识 你不是去找人翻译了吗? 金万海 把他翻译好的文件念一下 是 我全名瓦诺尔汤普森 为师里 生于1863年 原籍爱尔兰 于1895年 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 从事金矿开采 人家都叫我 加州金沙大王 由于我在把金沙加工成黄金制品的问题上 态度强硬 得罪了部分国会议员 不仅被吊销了开采执照 还被政府和美国财政部 刻意高达75%的税款 并且面临15年的监禁 罪名是非法开采金矿 所以 我决定将公司内现有的金沙 全部转移到海外 我在上海的福家桥街44号 局长 这福家桥街就是今天的乔治路啊 我知道快点念 好好好 我在上海的福家桥街44号 购得地皮一块造屋一状 地面两层另建地窖一处 储藏一部分金沙 由于采用了全封闭的设计 故不拆除上面的房子 是禁不得地窖的 我委托天马公司的舍武德先生 代管这幢房屋 如果我不能活着离开监狱 而这幢房屋又露了他人之手 恳请得防者高抬贵手 切勿拆毁房屋闯入地窖 我特意在比较容易找到的地方 放置了十平金沙 全当仇谢 你念快点 再念快点 是 另外 我有一个十三多年的儿子 叫韦德克 如果他留在人间 请将房屋交还以他 我愿将地窖所藏的金沙百分之十 作为一笔特别酬劳 奖赏给这位先生霍女士 本人一诺先进觉悟誓言 尾施力1920年9月13日尽情 尾施力1920年9月13日尽情 尽情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那乔之路的房系地契 还有十平金沙 你放到哪去了 汇丰银行96号房选箱 那钥匙呢 钥匙 我吞到肚子里了 好 吞到肚子里 那就把你的肚子破开 看看有没有钥匙 结婚孩 局长 你真要把他的肚子给 局长 我知道你心黑手辣 说得出就干得出 不过这件事情可并非寻常 报纸上可是已经登过两回了 而那帮的记者正准备大肆宣忍这件事情 幸亏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主人就是我 如果我把我们之间的交易 还有你把这个房子怎么得来的 同给他们的话 我倒是无所谓 无关一身轻 而你就不同了 弄不好会身败名裂 说不定呢 你这点局长的乌纱帽 都会给人摘了 维利布先生 有人求见 这是他的名片 卢能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他就是原来办诈骗案的那个警长 现在辞职做房地产生意了 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跟您谈谈这件事 但我的厉害其实很差 可是这讲是不是 大家都不是这层助手 军 admiring上 现在我就知道是你的部落 我面对的是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就像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跟一个全副武装的强盗较量 你说我能维持多久 那么你今天来的意思是 我想尽快地把房子脱手 我不管什么金沙银沙 只求个太平 你要把乔治路那张房子卖给我 是 多少 一口价三十万 如果买下来 把上面的房子拆了 进入地窖一看 里面金沙银沙响得可怜 你说我怎么办 还有这个 我要请有关专家好好鉴定一下 菲律夫先生 这竟是明摆着的事情 你连这点冒险都不敢 看来你只好做你的银行贸易 卢某告辞 三十万 是的 这个事我得跟我太太商量一下 那好 请你尽快给我答复 因为保路洋行的菲律夫先生 对这桩房子也很感兴趣 不过他想压我价钱 三十万压到二十八万 我当然不肯了 如果你们都同意这个价格的话 那就看谁抢先一步了 这个你放心 我商量以后马上给你答复 我承认我没福气发这笔财 如果我吞掉这笔金沙 恐怕不出三天 我鲁能就得横尸接头 所以只好退二求其次 发点小财图个太平 一来是摆脱白碧桥的纠缠 二来也找一个腰板比他硬的人 杀杀他的威风 替我出这口气 我告诉你 这个房子要是我的 别说拆了他 我就是挖地三尺 摆他个平了 你们姓白的也不敢放个逼 那是 好爱 神秘鬼男代报新闻 发现加州欣赏大王遗址 好爱 好爱 有些人发现 欣赏大王维持遗址 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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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却有气势 韦德克先生 请慢用 你们局长什么时候来 快了 局长大人 请留步 这位是 我是加州金沙大王之子 韦勒师的儿子 韦德克 我看过你们的报纸的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加州牛肉大王 我是金沙大王 不是什么牛肉大王 什么 什么金沙 什么金沙 大概是大海里的一种鲨鱼 是吧 你们中国人没有别的本事 只会装帅 韦德克先生 我知道你的来意了 不过你找错了人 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乔治鲁的那幢房子卖给了我的一位旧部下 他叫鲁能 他现在开一家房地产事务所 我这有他的名片 你去找他 我已经和他捡过面了 确有其事 至今他分文为父 我看你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了 这个家伙倒是挺会推卸责任的 他要是分文为父 我怎么会把房器地气统统交给他 你想想 我是脑子有病了吗 我脑子有病了吗 对 他负了 而且是一笔负轻 当时我在场 我可以证明 对吧 机长 是啊 那是真的 真的 有什么凭证 我还写了个收条给他 是不是 维德克先生 按照这个常理 应该是拿钱的一方 写收据给付钱的一方 现在这个收据捏在鲁能手里 他不拿出来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 不管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谁 我都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金杀 我要请上海最好的律师 组成强大的律师团 向你们打这场官司 我明明没有收到一分钱 怎么会突然变得他都付清了呢 我还写了收条给他 我可真糊涂 我这脑子真有问题了 是啊 居长 你怎么胡说呢 我 我是以时性急脱口而出 居长 您不能跟着我这么说 你抬嘴 是 我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就损失了二十个金条 等于把房子白白送给了人家 我怎么这么糊涂 我怎么培养出了你们这帮部下 一个是骗子 一个是笨蛋 我接受你的三十万 我马上给你开一张支票 请你等等 怎么 变了 这不能怪我 当初开价三十万的时候 你说要跟太太考虑考虑商量商量 随着韦德克的出现 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我的价格当然随之而变了 多少 一口酱五十万 五 如果你要觉得高的话 那我也不勉强 我可以找菲利福先生 那就看你们谁更有眼光 谁更有实力 谁更具有 好 不要说了 五十万就五十万 那 怎么只有房气没有地气 当初白笔桥给我房气的时候 说地气丢了 我考虑有两种可能 一地气真的丢了 二是他在耍滑头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八戈 九户九户地 他跟我玩 我玩死他 我们日本人不是好欺负他 不管是姓白的还是姓魏的 他绝对阻止不了我买这个房子 就是嘛 我相信清武军的势力 也相信我没有看错人 来 五十万 好 清武军 祝你金沙之路一帆风顺 当初我开三十万 你犹豫不决 可是随着韦德克的出现 一切发生了变化 我的价格自然而然也就变化了 你到底要多少 一口价 五十六万 这简直是 难路抢劫 如果你觉得实在嫌高的话 我也不勉强 我回头去找清武先生 那就看你们谁具有眼光 谁有实力 谁更有魄力 慢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你要把那十瓶金沙 连同那两份文件 一起给我 那当然 我早说过 我不在乎什么金沙银沙 只想图个太平 这是答应帝国的证明文件 这是威士尼的遗嘱 至于那十瓶金沙 所在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 这是保险箱的钥匙 还有 这是乔治路十六号的地契 房气呢 对不起 没有房气 为什么 当初白尾桥给我地契的时候 说是房气丢了 丢了 我想 有两种可能 一种 是真的丢了 再一个 他在耍花招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话头 有他这样做生意的 我相信我的眼光 姓白的想耍我 这个容易 可是想耍你 那他瞎了眼 您可是 洋行大班 非绿谱 不管是韦德克还是姓白的 都阻挡不了您前进的步伐 那是毫无疑问的 五十六万 我听说韦德克打算聘请上海滩最好的律师 要组成一个律师团 他请五个 我请十个 他组成一个律师团 我组成一个律师纵队 看谁厉害 那我就放心了 菲禄先生 我祝您找到更多的金沙 谢谢 老板 不得了了 他们打起来了 什么 打起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拆访队刚到现场施工 发现有人截足先登 正在拆访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 结果通通被关进了警察局 谁这么大胆 从我的嘴里面强肉吃 是日本人青木派来的 怎么办呢 清木 秦穆 这两份地气和房气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倒是那个鲁能 这么说我们受骗了 他在搞一女二夫的鬼把戏是不是 他怎么敢 我们认识他 我给了他五十万 我给了他五十六万 那我只好恭喜二位咯 什么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我对二位深表遗憾 深表同情 白局长 听说这幢房子原来就是你的 是你卖给了鲁能 是吗 是的 多少钱可以说吗 二十个几条 二十个几条 那么一张破房子可以卖二十根金条 白局长你太会做生意了 这 金条都给你了吗 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第一笔生意 他说他手头上紧没钱 我就答应让他缓一缓 等他把房地产卖了以后 有了钱再还给我 你的意思是等他把钱骗到丑之后 你们分赃 对不对 不不不 你不能瞎说 秦牧先生 你不能血口喷人 你是不是指使他 要卖房气 要卖地气 两头骗人 冤枉 冤枉 他把房地产捐个 这房子又是你的 这里边本身就值得怀疑 我再说一遍 原来是这样的 后来他又还给我了 这还是在卖地气房气之前 所以说这件事情 跟我没有瓜葛了 一会说倩 一会说付清了 谁相信 我有证人 你们要是不相信 把证人叫进来 杰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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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你有何吩咐 你告诉他们 鲁能有没有把乔之路的返款给我 没有 至今一分钱都没付 你静静 你手下的人都这么说 现在把话说清楚 那个房子是你借给他的 还是你卖给他的 或者说你们俩背后还有什么交易 静万海 你好好想一想 有没有付给我 对 是这样的 他付的不是献手 是金条 我一直半会想不起来了 我还写了一个收据给他 怎么 你不记得了 记得 您是这样写的 今收到大条二十根 乔治路十六号的房企通通给你 今后不管发生什么 跟你不搭界 局长 您是这样写的 我没说错吧 谢天谢地 你总算恢复了记忆 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警察局里的人 我不信 我也不信 这件事先要放一放 我向你们保证 首先我要抓住鲁能 我要当面跟他对峙 还我一个清白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你们俩的矛盾 你看 你们两位 一个是有地气 一个是有房器 这房子到底归谁 房器是我的 房子当然是我的了 都问有什么 我承认 这幢房子是秦木军的 打溜倒 菲利普先生 有你这句话 事情就好解决了 但他只拥有这幢房子 也就是说地面以上归他 地面一下归我 你的意思 地窖也属于你的 那我还拆房子干什么 我拆了半天 不是等于帮你拆吗 那能怪谁呢 我拿的是地气 地窖在地底下 百分之一百 那是属于我的吗 不对 那个房子和地窖 是连在一体的 不能够分开 如果我买一棵大树 难道从树根那个地方把它拒掉吗 应该连根都是我的 白警察 你给个公道 树根 树根应该归这棵树 应该一起拿走 那好, 秦木军 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和地窖 一块拔起来 就像拔萝卜一样 我绝不阻拦 你… 如果房子塌了 地窖在地下纹色不动 那我就跟你说一声 我们所有人 他属于我的 你们不讲理 放开 你们日本人更不讲理 我们答应敌国不判你 你… 别吵了… 这里是警察局 你们来报案 我受理 有人骗了你们 把他抓拿归案 至于这房子归谁 这我们警察局管不着 我看这件事 这件事 只有到法庭上来讨个公道 好 法庭见 本庆宣判 朝之路十六号 伏极迷店的房子 归房旗持有人 清目台狼所有 在房子里找到的食品金杀 包括皮箱里的文件 也归他隔任 至于敌面移下的东西 包括低劈 低脚 会地起 持有人 麦克尔菲利普所有 推停 法庭 谢谢法庭 这里边一定有鬼 你们洋人像洋人 是欺负我们皇上来 是不是 你们这帮东西啊你 把你放开 你们这帮东西 算什么东西 你们这帮东西 你们这帮东西 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日本人 不是好欺负的 你个王八蛋 你个王八蛋 把这些洋人 王八蛋 夫君 我看算了 怎么能算 我等于花了五十万 买这破房子 你算是有食品金杀 那也太贵了 我倒有个办法 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 什么办法 快说 既然法院把房子判给我们 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 停止拆房 停止拆房 那金沙大王的遗嘱上 不是说了吗 上面的房子不拆掉 下面的地窖就进不去 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拆房子 就不给他机会进地窖 我们自己的房子 不拆总可以吧 再说 纵然你菲利普 胆子再大 也不敢大到 连我们的房子也都敢拆吧 走着瞧吧 不出三天 那菲利普 就该乖乖地来求你了 好 我们在这边 到这边 我们先来看看